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7日 前几天,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陈刚 也就是原先的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判刑 陈刚判刑和其他的贪官无理不一样 他受贿的金额是1.28亿 才判了15年 判的理由之所以引人注目 是因为这个表述过去从来没有过 他这个表述怎么讲的呢 说是陈刚是自首 而且归案后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线索 并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 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因此重新判处游旗徒刑15年 那么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 就是非常罕见的表述 今天海外的这个网站上 万维网 他援引的是明德 明德是自媒体吧 这篇文章啊 发表这篇文章 探讨这个事 但他没有讲明白 到底是这个重大的表现是什么 我这大胆猜一猜啊 先给大家看看陈刚的这个形象 这篇文章当中讲说陈刚就以前工作的时候啊 也就是他掌权的几年啊 2002到2018 这个是这个主要是胡温时代 说他担任北京市规划规划委主任 副司长常委 那么他那个掌握的权力啊 就非常重要 说是胡锦涛的太太啊 这个刘永庆 这个当时在这个北京规划委工作的时候啊 就比较这个 就重用他 讲到他这个用四年的时间 从政厅起升到副省部起 说这期间主政北京的是江派大员 政治局委员刘奇 说也有人透露陈刚进入北京规划委的时候 该机构的副主任是胡锦涛的夫人刘永庆 陈刘二人都出身清华系 且陈刚极善拍马 几乎每周都到这个胡锦涛家里问寒问暖 于是呢 说刘永庆退休前几年 指定陈刚又出任北京市规划委的一把手 说之后呢 陈的仕途 这个顺遂也与刘永庆颇有关联 现在的北京规划委这个权力到谁手里了 大家想一想 是用丁学祥来负责 这说明什么 说明北京市这个规划大权 那是一个大肥肉 大蛋糕 你想搞房地产开发 你在北京搞的话 搞盘地皮 盖个大楼 那不就点时成金 谁要是掌控着这个规划这个大权 如果敢干的话 那不就是日金斗金呢 对吧 那么至于说他和刘永庆这个关系好到一种什么程度 也就和胡家好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毫无疑问 他肯定是习近平是对他是 这个派系对他是不放心 要放心的话 怎么可能把这个大权限拿到丁学祥手里了 对不对 一朝天子一朝臣 重要的是好的工作 放自己的兄弟手里 以前这个像成刚的事就要清算了 对吧 那么清算成刚成刚贡献了什么东西 本人猜测 很可能是他贡献了一大批 中共的高官的腐败问题 你想这些高官有属于党的职务的 有属于政的职务的 对不对 那就党的职务就是对党的做出贡献了 政府的官员 那就是政府的这个做出了贡献了 是不是指这来说 而且特别的重要的是 本人认为啊 就很可能这个判十五年 判得轻一点 以留了一手就什么呢 这个将来让他党部点证人 也就是说准备用他来整这个郭文贵 因为郭文贵就叛国大官 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啊 你不可能不和这个规划委的领导打交道 那么打交道这些秘密 这些故事 这个只有他知道了 是不是啊 而现在郭文贵在海外的影响力 那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你想现在搞了一个新中国联邦 是一个虚拟的这个国家了 有自己的货币 对不对啊 现在 有自己的这个融资平台 自己的这个宣传平台 CTV啊 自己的这个商业平台啊 等等啊 绝对是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政体的一个出行 虽然是一个半虚拟的啊 但是我认为这个在目前的情况下 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尤其是国内那么多的人 这个数以万计的人 这个不仅追随他愿意听他讲这个故事 而且还慷慨减让赞助 你想他现在这个 据他讲 融资的就是投资也好 还是这个赞助他也好 光是那个他的租手 撒了这个挪用的就是好几个亿 你想 美金呢 这个是了不得见大事 那习近平王岐山 那肯定是夜里睡不着觉 所以说这个陈刚 我认为所谓的重大什么贡献 指的就是说 能给这个习近平打击政敌 提供一系列的所谓 涉及到各个级别的 这些官员的腐败问题 包括一些亿万富豪的问题 你说那个哪一个亿万富豪在北京 搞项目盖大楼啊 这个办地皮 这个审办这些手续啊 不得求他 你求他以后 那不就留下巴凌了 以前都是好朋友 什么都讲 这个没有不知道的秘密啊 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了这个习近平 那习近平 那就站到了主动台 主动这一面了 可以啊 这个按照需要 尤其是在两年后要连任 想成为这个终身制啊 伟大领袖 那肯定就要需要开路 任何人想阻挡我前进的话 那就拿奋力拿下 那靠什么 那就靠抓把柄 抓着腐败问题 那陈刚就是一个重要的污点证人啊 先判十五年在监狱待着 随时就提出来了 这个走法律程序啊 以立功表现的方式 不断的这个 利用他这张牌啊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你否则怎么可能 你看以前哪一个官员 就是说 他无社会达到过亿了 才判了十五年 而且呢 最后还能找出一个词句来 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 这个真是这个 零人匪夷这个所思 这个我认为啊 这和中共的政治体制 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也和习近平 这个利用反腐败 打击政敌啊 这个一边达到自己 这个长期执政啊 不失去权力 这种欲望 这个有关系 而且故意还在媒体上 这个大肆宣传啊 你看这个图文并茂 把这个陈刚的 这个事情拿到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来进行这个宣传啊 宣传夸张 震慑海内外的 党内外的 方方面面的人物 也包括 可能包括 这个郭文贵在内啊 当然郭文贵现在不怕了 因为什么人都跑不出去了 自由了 美国也不可能引渡他 对吧 对吧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 这个海外的 反共的这么一个 一个平台的一个 一个非常的有凝聚力的 感召力的 影响巨大的这么一个人物了 这真是了得啊 所以不知道这个陈刚 知道这个消息 会有什么感受啊 这有意思 人生就是此一时彼此啊 当年你想 求陈刚办事的时候 哪个老板不得 点头还要 就包括公园在内 也肯定是一样的 你就算你求到胡锦涛 胡锦涛帮忙 林计划下令 把这个叛骨大官的 这个地皮要回来 但是你的也得 过这个底下这个想 陈刚这一关啊 陈刚那时候都可以想象 那可能都鼻孔看人啊 这个的确是 这个一招拳在手啊 这个不用白不用啊 结果用了这些拳 敛财这么多 出了事以后 成为了一个物点证人啊 你想实在是 这个太这个 富有这个戏剧性的 所以这个人生啊 这个是很难讲了 这个真正聪明的 搞政治的人 永远都给自己留一条路啊 这个是很诡异的一些故事 所以今天我就在这看 这个海外的网站 讲到这个 陈刚的事啊 这个 这是感慨啊 财经 你像财新网报道 说陈大部分受贿 是发生在2018年 掉入 中科学子后 仅在这一年 他就受贿打七千万元 占其受贿总额的一半以上 是这样吗 他应该是在他当规划委的时候 那个肥财 在这个期间打七 他怎么可能在 一八年以后 掉入中科学 去干这个事 到了科学 都没有多少钱了 谁理他 财新网是个什么媒体 财新网是王岐山的媒体 对不对 是不是故意在这 这个搅混水啊 有很多的媒体 他讲的话永远都是他希望你知道的 就像你在生活当中有时候碰到人 和你讲的话 你千万不要一听风就是雨啊 就想一想 好多都是半阵半假 误导啊 诱导啊 这个都是有目的的 这情况都很复杂 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海外的媒体总是比较开放 信不信你全用你自己吧 那当然了也可能有很多人身在北京啊 人和陈刚都有过接触 这个更能解读有关啊 这个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 这表述的深刻含义 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社会 这很难讲了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